耶和华兴起世诗 世诗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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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兴起世诗 世事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兴起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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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四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出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逝世 逝世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置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置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书亚打发 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似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出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世事 世事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的使者 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 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出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事实 事实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歧视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列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廷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四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出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挤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逝世 逝世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廷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令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释放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似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出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世诗 世诗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